在节目中 李克勤问毛不易 如果有朋友问你借一百万 你会借给哪三个好友 毛不易毫不犹豫地回答 会借给李雪晴和郭麒麟 但是第三个人想不到 接着 李克勤又问道 那我能借一下吗 毛不易愣了一下 第一反应居然是 你怎么会跟我借钱呢 然后又说道 我当然会借给你的 在生生不息这个节目上 李克勤认识了毛不易 虽然没有发展成好友 但都互相欣赏 其实李克勤提出这种问题 并不是故意刁难毛毛 只是觉得他很可爱 所以就像长辈一样 捉弄他而已 在节目中 毛不易还与李克勤合作了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 在生生不息这档节目中 毛不易憨憨又可爱的形象 收获了众多嘉宾的喜爱 李健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不仅是毛不易的贵人 还是他的精神导师 李健曾给毛不易提出建议 劝诫他年少成名不易 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运谋 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 李健曾坦言 很欣赏毛不易的才华 并经常鼓励他 说他生来就注定要做歌手 李健曾给毛不易介绍过 不少有成就的音乐制作人 李健对毛不易可谓是尽心尽力 不可否认 毛不易是幸运的 在刚踏足娱乐圈的时候 就得到了李健薛之谦的 音乐界的前辈无条件的帮助 相信他一定会珍惜这些 得之不易的机会